很多人把鸡腿买回来,除了红烧就是油炸 今天分享一道我们家一周吃上八次的做法 配米饭每次都能吃上三大碗 五块钱的鸡腿给它去掉骨头 放入生姜,料酒,生抽,胡椒粉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,让鸡肉吸收料汁 我每天为了做菜都想破头了 麻烦家人们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呗 谢谢啦 然后再淋入一些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鸡肉的水分 然后腌制上10分钟 锅中油热之后,我们先放入洋葱块大火给它翻炒 把洋葱的香味炒出来 这样做出的鸡肉特别的香 炒好之后给它捞出来 接着我们再放入腌好的鸡肉,中火慢煎 把鸡肉的两面都给它煎到金黄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照烧酱汁了 只需要50克做出的鸡肉酱香浓郁 然后我们再加入少许的水,盖上锅盖煮上1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,大火收一下汁水 注意不要说的太干了 好吃的照烧鸡腿饭就做好了 淋上浓郁的料汁,这么简单一拌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学会的话,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这个弹道师最理想法 我们下心的食材 然后等于